计算两个日期中间有几个月,那第三个参数我们用什么? 双引号的M,M就是month,就是月,两个日期期间有完整的月数,来,我们来看一下喔 好,那我就看这个,我再改一下吧,2019的1月1号 1月1号到今天,今天是7月7号,那完整的月有几个月? 1,2,3,4,5,6,7月份不算,为什么?7月才7天还没过完 所以这两个日期,我们先用心算,不就六个月吗? 对不对,来打打看喔,来,在这里再打一遍,等于DATBDIF 这是那函数名称,接下来加左刮弧,请你给我起始的日期 逗号,结束的日期,逗号,第三个参数,记得加双引号M M就代表月在右刮弧,它的格式就这样,跟刚刚不同的地方是 D改成M,Enter,它告诉你6,你看见吗? 来,我把这期改一下喔,如果把这里改成7月31 答案会多少?我想告诉你,答案还是6喔 为什么还是6?因为7月30还没到8月啊 对,你要打到,如果到8月1号,那就算 8月1号就算7喔,你打到7月31,因为7月30号 当天还没结束啊,了解吗?它的概念是这样 所以我可以输入,老师,去年呢?去年的,假设是2018年 不用是整数啦,8月15到今天,你看8月15喔 2019,他算错了,你8月15到8月1号,卖脑啊 没有这回事,怎么会有未来日期跟现在日期比? 我打错,要打2018 验证一下喔,11个月,那我再打一下给你看喔 我把这边改成什么?如果到15还是多少? 12个月,你看见吗?如果这边是14呢? 11个月,这样是完整一个年度,可是还没结束啊 这里要打到15,因为今天不算 那15到2018年的8月15到2019年的8月14 才是完整的12个月,所以他帮你验证没有问题 来,来看这个,函数名称的表示方法 来看一下,使用这个函数,等号先打 那函数名称,期始结束M就是中间两个月有几个月 那我可以,这边就可以自己打,你会输入这边 来,那我再打一遍喔 2019,如果这边呢,6月1号的话呢 两个月,67嘛,对不对?那这边再改喔 再改成7月1号的话,就一个月 如果8月1号呢,答案多少? 0,8月1号,当然是0,8月1号到8月1个月都没有 算是很精准,所以只要给它起始结束就好了 这个,那输入日期,我再提醒你,这边要用西元的 不可以用中华米5108年,那打就这样打耶 所以你来看一下这个函数,来,那等一下你可以试试看了 Dead if,期始结束月的表示方法 所以,你们看我要用这个几个加红包 对几个加红包 适合这样的几个加红包